台湾的新宇航空周三举行上市前业绩发表会 去年新宇成功获利 张国伟预期今年将会倍数成长 他特别看好未来的台湾位居 亚太枢纽地位 在转运市场的商机无限 新宇航空董事长张国伟 伸出大拇指笔赞 2018年设立的新宇航空 最快10月下旬挂牌 回想当年一开公司马上遇到全球疫情 不仅没有财源减薪 反而扩大投资 一家航空公司开办初期就遇到疫情 连续赔了两年 连续赔亏损了一百多亿出头 可是可以在营运的第一年 就可以达到损益平衡 甚至小赚 那当然今年我想 今年的成果是一定是比去年好很多 都是成倍数在成长 新宇航空2023年总营收224.72亿 年增568% 当中客运营收197.47亿 年增767% 2024上半年 每股盈于0.39元 事况预估客运货运将旺到2025年 公司高层也预期 2026年有机会打销亏损 配发股利 台湾的转机市场是严重被低估 因为其实新宇当初会设立 基本上也是作业在转机市场 如果是以台湾的市场来讲 坦白讲 就像之前同业讲的 第三家没有存在的必要 可是如果以最后整个转机来看 那潜力就非常的无限了 张国伟尤其看好台湾卫区亚太枢纽位置 重点放在转运市场 2027年桃源第三航下完工之后 引运更上层楼 基本上去年是爆炸性的出油 所以造成供需有一点不平衡 整体来讲如果以跟去年票价比起来 今年当然我觉得票价一定慢慢的会 回到一个比较可接受的一个水平 比较合理的水平 外界关心遗产争议 张国伟重申回到法律解决 现在已经这个遗嘱已经是确定是正确的 我还是老话一句 赶快处理完就好了 毕竟是兄弟 其实也不用在这个议题上太去琢磨太多 海外的部分特留份 我们一定比照中华民国的律法 我们一并就是尊重 对德村进持的说法 张国伟表示不太理解 也愿意释出善意 希望能够尽快解决遗产纠纷 新大约是林家伟高建伦沈维桐 台湾台北报道